另外講一下最近焦點1137 原本應該是為疫情或者要禁足這件事 會上來,大家想生意都增加了不少 誰知就吃不到 根本現在都說經營狀況 很艱難,還有機會會減低 看到股價炒完之後,現在就跌下來 剛好我們觀眾就買了 Viu他8.4買了 大件事,怎樣做好呢?Rabi 唉,我覺得1137也算是 曾經覺得會吃到疫情這一水 因為始終會對他們的網購生意有更多的幫助 但是始終我們所說,過去這些都看到新聞 其實他們也說到有機會 所謂吃不完 有機會被削減,或者做不到 這個的確對他那個盈利的預期是有影響的 因為過往其實1137除了你說氣氛上炒作疫情的受惠之外 大家會直接覺得就是在疫情之下 可能他的訂單量會急增 甚至於訂單的軍價都有機會是射高 那當然兩者來說,其實過去明顯地 如果受惠疫情的話,是只有訂單量而已 但是訂單的軍價其實射幾多都射得不太高 那變相要或者是靠量 那如果你說這一刻,沒錯,那個量可能最終都是有多度的 但是不能夠不斷地上了 可能去到那麽時間已經到了頂 那即是疫苗的增長其實是比較有限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二發不能夠保持著有個可能長線的增長的時間 其實那個股值就真的不會有很明顯提高的空間 那還有始終你這一刻出一些這樣的新聞 一定是短期性的利淡消息當是比較多一些的 那所以那個股價就沒有辦法的 其實是比較有個叫做捱打的格局 那還有其實說真的1137,你過去這幾波 就是由第一波到現在所謂第五波的疫情 其實那個炒作性是越來越少的 頭一兩轉是明顯一點的 那但是到現在三四五轉這些其實是很短的一個炒作 那始終因為同期你可以合比對的一些網購電商的平台都多了 以來大家都適應了 其實可能很多靈活手肘位都買到東西 那所以就會有少少沒那麼好炒 那如果你說真的有貨的,看看有沒有機會短期可能膽高一點 如果去到100元邊附近 如果去到100元邊附近 我覺得都考慮減少些磅才會比較合適一點 看電視明媒體的影片 如果閒床功能還可以幫助那個 照片 親密機的成績 其實她很尷尬 是最受得的 解體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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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體驟